好 接下來就是李化老師教過的 氣體變異叫做什麼名字啊 變態 把布變態 氣態變異態叫做什麼 專有名字叫做什麼 凝結 那氣體變固體呢 凝滑 正常血要叫凝滑 台灣有一些大哥喔 顧變氣跟氣變固都叫昇華 我覺得這樣不好 應該叫做要分開來比較好 OK 那水氣要怎樣才會凝結呢 第一個就要接近飽和 要能夠飽和裝滿它才會凝結出來 可是科學家做實驗 找一個乾淨的空氣往裡面噴水氣 噴到平常飽和量的三四倍 它還是不凝結 怎麼會這樣呢 發一下掃的碗葉凝結核 什麼是凝結核 那個小渣渣 這個小渣渣讓水氣可以附著上去 然後就會越滾越大顆 就凝結了 很像珍珠甲的豬母 然後滾一些珍珠甲的意思差不多 那麼誰可以當凝結核呢 任何的小液體或者小固體都可以 灰塵啊 鹽巴啊 煙啊 都可以當做凝結核 任何的小液態或小固態都可以 但是不可以是小氣態 不可以小氣態 都可以當做凝結核 所以水氣要凝結有什麼條件 兩個 一要接近寶河 二要有凝結核 所以水氣凝結條件兩個 一要接近寶河 二要有凝結核 水氣凝結出來的小水衣或者是凝固的小冰塊 如果是漂浮在空氣中的 飄在空氣中 腳跟不著地 跟阿飄一樣的飄來飄去那種 天上的叫做雲 地上的叫做霧 國中程度 雲跟霧沒有差別 只差在位置 在天上的叫做雲 在你旁邊的叫做霧 你家住陽明山 早上推開窗門 哇 今天霧好濃啊 三家人說 哇 今天雲好低啊 一樣 國中程度 雲霧沒有差別 都是小水衣或者小冰塊 差在天上叫雲 地上叫霧 如果是附著在東西的表面上 附著在花瓣上 荷葉上 汽車上的 液體的叫做露 固體的叫做霜 台灣基本上看不到霜 你們家冰箱的冷凍庫可能有 可惜現在冷凍庫通常都有自動除霜裝置 所以如果你們家的冰箱可以自動除霜 居然還有霜 最好是冰箱有點問題 反正冰箱有點問題 OK 所以雲霧是小水滴或小冰塊 漂浮在空心中 天上叫雲 地上叫霧 附著在東西表面上的 地態的叫做露 物態的叫做霜 凝結結果 雲霧露霜 雲露霜 那麼雲有分座 低雲、中雲、高雲跟子彈雲 這以前地科有膠、同軍有膠 其實好像都不膠了 低中高不用講嘛 齒輾就是底下在低雲 上面在高雲 往上冒 叫齒輾雲 叫做四足 然後有十屬 有十種形狀 我們只簡單的分三種形狀 雲狀、捲狀跟層狀 雲狀、捲狀跟層狀 好 雲狀比較重要 一坨一坨的 花椰山一坨一坨的 叫做雞狀雨 剛才講過的重點是什麼 它跟誰有關 旺盛的對流有關 然後會怎樣 會下雷震雨 會下雷震雨 雞狀雲會下雷震雨 捲狀就是一絲一絲像羽毛的 一絲一絲像羽毛這樣捲狀雨 這個雲通常比較高 比較高的雲比較不會下雨 成狀雲蒙蒙一片 成狀雲蒙蒙一片 這蒙蒙一片的雲 通常會下的叫做綿綿細 它會下的是綿綿細 它會下的是綿綿細 OK 綿綿細 剛剛講過重點是那個雞狀 雞狀雲跟旺盛的對流有關 旺盛的對流形成雞狀雲會下陣雨 雷震雨同時也可能會有冰雹 因為冰雹也是跟旺盛的對流有關係 然後呢所以極狀雲下雷震雨 這個是重點 後面這個應該是李化老師教的 雷煉 為什麼會有雷煉什麼現象 斷考有考啊 正負電中和嘛 強烈的放電現象 OK 後面這個什麼避免主在空曠這邊 這個也是李化老師有教的 告訴你說怎麼樣避免雷擊嘛 這話就是告訴你喔 不要成為一片平坦的地方 最突出的那一根 因為有個尖端放電的現象 那一根特別容易遭雷擊 所以長得高沒什麼好處 怎麼會被雷劈啊 怎麼會被雷劈 怎麼會被雷劈 高爾不說 高爾不說 高爾不說一片平坦 高爾一片平坦 一棵獨立樹 不要躲在那個樹下面 因為那個樹很容易就被雷打到 好 這要做 這應該是李化老師教的 這就告訴各位 我們所凝結的雲的狀況 那麼其中雞狀雲比較重要 要記住雞狀雲跟旺盛對流有關 會下雷陣雨 會下陣雨 然後也可能會有冰雹產生 這是有關於雲的部分 OK